谭爷爷把和叶爱酒和润月都叫了回去 单独把花花带出来 花花也是乖乖地跟着 这又是给花花吃小灶呀 谭爷爷为花花喝盆盆奶 盆盆奶太好喝了 花花买盆猛喝 估计要不是谭爷爷给花花吃小灶 花花每天都得饿肚子 吃的都被抢走了 爷爷蹲在旁边帮花花弄掉头上的脏东西 好温馨有爱的画面 好宠爱花花呀 谭爷爷把花花照顾得真好 有了谭爷爷的花花也是幸福满满 花花捧着盆盆奶的样子 像不像捧着饭盆的小孩子 好可爱呀 盆盆奶喝完了 谭爷爷又给花花小苹果吃 花花吃高兴了还阴阴地叫着 两岁了还喝盆盆奶 又有最爱的小苹果吃 能不高兴吗 那三只小熊要知道花花吃小灶 估计要哭晕在厕所了 谭爷爷真的是独宠花花呀 等花花吃完小苹果 才把那三只小熊放了出来 所有后面都拿来了 开始